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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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 第一节来自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随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二段经文来自马可福音 十章三十五到四十五节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 进前来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 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雅各约翰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李杰仁牧师 本周正道经文 西伯来书第五章 一至十节和合本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 那愚蒙的和失谜的人 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 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 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一处说 你是照着迈及喜德的等词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即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急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迈及喜德的等词 称他为大祭司 今天是大灾期的第五个主日 我们的讲题是新约大祭司 这段时间我又看了一部电影 《沙丘二》 上周看了是《周处除山亥》 这周是看了《沙丘二》 那么这部片子 如果你有点希腊神话的背景 或者是犹太基督教的理解的 你再去看 你可能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它在这个里面 好像一个背景 像一个欧洲封建时代的影子 但是又有点像 神圣罗马帝国 那种家族之争 但是如果你能够从宗教的高度 去解读这个电影 你会看到完全不同东西 那么导演在这部片子当中 它是埋在一个深层的脉络 是一个属灵的脉络 它是借用了犹太基督教的 救世主弥赛亚的观念 弥赛亚中文 或者英文叫Messiah 或者希伯来文叫Mashiach 这个词指的就是救世主 那么基督这个词 是Christos的中文的音译 它的意思也是救主 所以弥赛亚基督 就是救主和救世主的意思 如果当你有这种概念之后 你再去看《沙丘2》的话 你会看到原来这部电影 它就是围绕着主人公保罗 他怎么样作为一个救世主 出现在这个剧情当中的 所以这个词的问 在这个电影当中多次出现 中文把它翻成叫什么 天选之子 后来在这个中间的开始 这部电影就不断地出现 直接就用了弥赛亚 弥赛亚这个词 那么在犹太的文化当中 对于救世主的观念 或者救世主的观念的解读 跟基督教的文化当中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犹太的文化当中 这个弥赛亚 它的观念是一个复国的 一个地上的 用人的方法解决人类的困境的 这么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 但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 就是因为人 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手段 用人间的各种的可能性 去解决人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 更自大的 从天上来的那一个普世的救主 而这个救主才能够真正 使人类脱离人类的问题 那么这个片子当中 讲到在一个星球上 也是个沙漠 这个星球上产生的一种人类 有一种人类的居民叫 费勒曼这个人 而这个人群 它跟犹太人士 好像是很相似的 因为他们也是什么 也是流善的民族 他们也是饱受奴役的 他甚至在这个人群当中 他们的南国跟北方的人 是互相对立的 这就是有像犹太人一样 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 因为全是在沙漠的星球当中 所以是靠到斗争的手段 才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信仰 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就是灵魂的危机 只有凭借着一个坚定的信心 人才能够知道救赎主要来了 这个救赎要来了 人就能够脱离苦难 进入光明的国度 所以在这样一种信念当中 才会知道苦难的岁月 不是难熬的 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观念当中 这个费勒曼人 他们就能世世代代 等待着 盼望着 期待着 仰望着 那个上帝曾经预言 有一个人要来拯救他们 所以当那个保罗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电影当中 这个男主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 哇 这个就是我们的弥赛 但是很可惜 保罗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人 保罗不是上帝真正拣选的那个救世主 他实际上是姐妹会 不是东区姐妹会 是个电影里面的姐妹会 所包装出来的 是伪装的来赐给这个人群 这个社会期待人的心灵 所要仰望的那一个假的弥赛亚 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用的手段 是跟所有的 那个鬼诈的人用的是一样的 他用的凶狠的方式 也是所有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人类所仰望的 以为的那个弥赛亚 发现并不能真正拯救他们 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导演编剧 他们实在是把 那个基督教的弥赛亚观 跟犹太复国的弥赛亚观 都埋在了这个电影里面 你会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弥赛亚 跟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弥赛亚 是多么的不同 同样在旧约当中 你会看到 以色列人有一个大祭司 但在新约当中 有一个大祭司 你硬是因为旧约的大祭司 旧约的祭司 不能够满足人类真正的 进钱的需要 献祭的需要 所以来了一个新约的大祭司 就是耶稣基督 他能够来帮助我们 这两个大祭司或者这两个系统 他内在是有联系的 是有连接的 好像是很类似的 但他其实背后所要表达的信仰的重点 跟神学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刚刚那个MC读的第一段经文 是出于耶利米书31章 31节到34节 这就是所有旧约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对于新约的预言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 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叛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 自己的灵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 自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在这里面你就看到 就是因为旧约破裂了 西乃之约破裂了 亚伯拉罕到大卫的约破裂了 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 背离了上帝的盟约之后 这个约被打破了 打破了之后 上帝说 我要跟你们另立一个约 就像一个婚约一样 原来的婚约破裂了 但上帝说 我要另立一个约 而这个约 是比原来的约 更好的一个约 更美的一个约 为什么呢 我要把这个约 刻在你们心里面 不是在表面的仪式上 乃是在心里面 把这个律法刻在里面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神 你一切的罪孽 我都要赦免你 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孽 我知道你们从小到大 每一个人 你们都要认识我 这就是在耶利米新约的 这么一个预言 那么到了西伯来书 就刚刚我们那个 播音员读的那一段 他就让我们看到 新约大祭司出现的时候 就是完成了 耶利米新约的 这么一个预言 他要建立了 基督教神学思想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大祭司 那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 是什么呢 就新约大祭司 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助主 他是以生命 来完成上帝 与我们人类所立的约 我讲两个 第一个 第一点是 旧约大祭司的失败 第一节到第四节 西伯来书作者说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系 他能体谅那愚昧的 和私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计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为要神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旧约的大祭司 或者旧约的祭司系统的 一个资格的描述 第一 他说不是自我任免的 是上帝选取的 在这里他说 为要蒙上帝所招 像亚伦一样 亚伦一样 然后他是替人办理上帝的事情 具体来说 就是要献上礼物 献上赎罪计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思考过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民族 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 不管是S寂寞人 还是在哪里的人 北欧南极的 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民族 他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献祭礼 非常复杂的 然后就是杀身献血 然后求苍天老天爷也好 还是上帝也好 来什么赦免我的罪 对不对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我就才常常思考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上帝一早就让我们每个人 每个民族的心里面都知道 我们是有罪恶的 不管你在哪个角落出身 人都天生有一种反罪的倾向性 而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 人一早就知道我是有罪的 而人知道唯一需要被赦免的 就是在上帝面前 让上帝来赦免我的罪 我的一位老师 他是早年从瑞典到 到了非洲做宣教室 他有一身非常神奇的医生 他有一次是飞机失事 掉下来没有死掉 掉在那个树上 结果他这个脊梁就折了 折了之后要开刀很危险 很危险 因为那个医生 99%的医生说 几乎你就会躺平了 就真的躺平 就躺在那里了 最后祷告之后 他还是凭信心 接受了这个手术 结果他就直了 他的腰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都有点弯的 他的腰是比直的 就像跳芭蕾舞一样 他永远是这样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 很神奇的事情 就他得了瘾疾 在非洲的丛林里面 得了瘾疾 结果就怎么样 都已经拉了两个礼拜了 就快死了 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去救他 他的老婆就要开工 开车大概要200公里以外 才能够找到一个白人诊所 因为这个非洲人 是没办法看这种病 那个没有药 他就找到那个白人 那个是德国人 这个德国人 那个医生问他的第一句话 就说 你的先生是个白人 还是黑人 真的啊 我告诉你 不跟你开玩笑 他说是白人 好 他说我去帮你救 结果把他命救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 就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去到一个乡村里面 这个乡村只有几百人 都是非常迷信崇拜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在教会 他们的教会就开在那个乡村里面 然后呢 这个教会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有人来了 就说有一天的晚上 他碰到一个 他最不敢碰的一个人 就这个村里面有一个祭祀 就这种土著的那种祭祀 这个人是奇丑无比 没有眼睛的 就是眼睛是两个洞 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祭祀 就是他们那个村里面的祭祀 他知道 然后这个人就跑来跟我的老师说 他说我虽然不是很明白 你讲的那套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心里知道 你传的那个是真的 你传的那个上帝是真的上帝 老师跟我说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 整个房子都被吹倒 树倒下来 整个的好像一场属灵征战之后 结果第二天早晨醒来 那个祭祀死掉了 我当时还没有听懂 我还问老师 我说谁杀了他 你现在听懂了吗 所以在人类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 无论是每一个群体 你都会发现 有一套非常复杂的 祭祀的传统 但是在这里面你就看到 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 上帝所选招的祭祀 他的一些特征 他不是自我之高奉有来的 他是被上帝拣选的 他是奉派来替上帝办人的事 因为人要献祭 人为了自己罪的缘故 然后也让我们看到 他实际上是在上帝 跟人类之间的一座桥梁 一座桥梁 人就透过了这个祭司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他也体恤人的软弱 因为他是从人间来的 他就是我们中间的 每一个当中的一个 所以他自己也有软弱 但是所以他就圣经在这里说 他必须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 他也为别人献上祭物 故此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所以大祭司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个资格 就是是上帝选招 不是人选招的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祭司制度腐败了 是不是 如果你看西乃之约 它有三个制度 上帝设立有君王 有祭司 有先知 除了先知之外 另外两个全部腐败了 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还没有做过 很严谨的学术研究了 但是很值得做的 君王跟祭司之所以腐败的原因 我认为是世袭制度 世袭制度 但是先知不会腐败 先知这个制度不会腐败 为什么呢 因为先知是什么 不是世袭的 所以以赛亚是不可以说 我把先知的位置传给以赛亚二世 没有的 对不对 但大卫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所罗门 到所罗门已经有点不对了 所罗门在传给他的儿子 那个罗伯安 那个国家就分裂了 那国家就完蛋了 你看那个亚伦也是 亚伦的儿子什么 那个拿大亚庇护 他们去台约会的时候是 什么圣经说 他们没有做 耶和华所吩咐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被上帝什么 击杀 击杀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就看到一个旧约 这个祭司制度腐败的原因 它其中包括传利的乱用 道德的败坏 对上帝的敬畏的心减少利益 等等等等 但最根本性的 我相信是一个祭司制度的 祭司的制度 因为在这个祭成的制度当中 祭司的地位就通过世袭来完成 而导致了很多并没有被上帝呼召的 成为祭司 这个问题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也蛮严重 今天教会有很多是世袭的 开始有世袭的 那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study观察 那个二代 教会的二代当中 极少数成功的 极少数 大概在北美我看到只有一个case 就是那个 那虎牧教会 那个Lickwood的主任牧师 叫Austin 他继承他的话 教会发展有十倍 那其他的都没有 都不是很那个 那 一位 我跟北京的一位牧师 在探讨这个祭司制度的问题的时候 那他说 可能这个是一个洞见 但是呢 你整个问题怎么样放在一个解经 或者神学上去思考它呢 毕竟在西奈的传统当中 你会看到 先知 君王 祭司 君王跟祭司都是什么 都是传承的 都是世袭的 而这两样 更要命的是 这两样世袭的执事 是上帝命令的 是上帝允许的 就大卫把王位传给他儿子 对不对 那么 这里面 世袭制 但是的确我们又不能否认 世袭制是会导致腐败的 那我就在想 用这么一个观念来看 我们也结合教会历史来看 就是有一个英文词叫order order order有一个双重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命定 或者上帝的命定 或命令是一个order 对不对 但是同时组织的次序 它也是什么 order 所以如何在上帝的命定 或者上帝的命令 这个order和组织的次序 这个order当中 寻找一个平衡 寻找一个平衡感 同时我们可以借用 另外两个英文词 一个叫institution 体制 体制或者组织体制 institution 另外一个是inspiration 或者说感动 上帝的感动 如何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在这个运动当中 寻找体制跟感动之间的平衡 那祭司作为一种institution 这个制度 它本来是来自于神的 也是参与神的计划跟命定的 但是呢 这个命定的次序 它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要有活力的 否则就很容易什么 僵化 为什么第一代不错 第二代就差一点 到第三代就完蛋了呢 因为开始体制 开始僵化 所以当体制僵化的时候 上帝往往会兴起inspiration 来什么 来冲击体制 让体制要回来 所以这就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你会看到 当某一个教会发展到一个阶段 它过于僵化的时候 就好比说天主教历史上 为什么有San Francisco 这个著名的 那个Assisi的圣方记 它会出现 因为当时教会到一个阶段 太腐败了 太僵化了 所以上帝要兴起一些特别的运动 来冲击他 同样灵恩运动也是 灵恩运动就是因为基要主义 是对基要主义的一个反制 反动产生了灵恩的运动 但是运动常常有一个问题 就运动不讲规矩 运动不讲体制 所以当每一个人都突然站起来说 上帝跟我说 上帝叫我说 那就很麻烦的 我在芬兰读书的时候 我同时参加两个教会 很有意思 一个是Lutherland 路德中 路德中是非常讲究体制的 就是很有规矩 每个礼拜天读什么圣经 做什么礼仪 每一句话 每个礼拜都一样 几乎 但另外一个是Pentecostal 就五旬节运动 它是一个非常不讲规矩的 所以每个礼拜的上午 我去Lutherland 下午去Pentecostal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经有点分裂 因为在Pentecostal的里面 在灵恩教会里面 突然有人站起来跟我说 神跟我说 一大堆 然后你跑到Lutherland里面 就每一句话都写在纸上 你读的 所以有的时候 后来我就问我的老师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要寻求的是 如何在institution 体制 跟这个inspiration 在感动之间的平衡 他说我小的时候 他小的时候 他1941年出生 他20岁的时候就开始冷战了 冷战的时候 他说很有意思 他说芬兰在俄罗斯的边境 就当时的苏联边境 常常感觉俄罗斯人要打过来 所以他说我每个礼拜天 在教会都听到先知预言 说俄罗斯人要打过来了 一会儿就让上帝感动 牧师讲到还没讲完了 下面有一个人就感到 他说神跟我说 你知道很麻烦 教会一旦有人常常跟你说 神跟你说的时候 就真的很麻烦 你知道吗 然后说苏联人要打过来了 那现在大概差不多 真的打过来了 所以他们加入NATO 加入北约了 所以前提论你们就说 当我们再回来说 就体制 如何在这样的一种平衡当中 太过于体制的时候会僵化 但是太过于感动的时候会混乱 如何在这个当中寻找一个平衡 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 在治理教会的过程当中 非常需要小心的 现在新加坡也好 南韩也好 还是台北也好 台湾也好 北美了 你看有很多很多 特别是大型教会 很多的教会都开始有二代 有二代接班的这个情况的出现 那也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记得多年以前 我在北美开会的 一个牧师的会议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年轻的牧师 当时还是很年轻了 我是一个知名的牧师的二代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聊得蛮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教会正在找一个 教导牧师 因为我说你认识人多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可以推荐给我们 然后他想一想就跟我说 他说我最合适 他自己最合适 我说是吗 我说有可能 然后我就又跟他说 我说我们还在找一个 这个worship pastor 这个敬拜的牧师 我说你认识的谁 可以推荐给我们 他想一想 他说我还是觉得我最合适 后来我发现 他是一个著名的牧师的二代 然后我发现 后来了解 他没有一个事工 他没有一个事工 可以长期做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教会 他在牧养的时候 可以待得住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神实在是 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 今天教会很多时候 也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如何保持教会本身在制度上 又是严谨的 同时又有活力 而不是有太多的所谓的感动 但是又没有组织形态 所以这是求主要带领我们的 今天在灵性世界的丰盛 也带来很多的问题 我上周说到周处 除伤害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情况 然后有一首歌叫 新造的人 我说现在真的很麻烦 因为现在我们的语言都给人 都给邪教都用去了 所以邪教正在把基督教的用词解构 我讲到的时候 已经不太敢提全能神这个词了 因为有一个著名的邪教组织 叫全能神 从基督教出来的 也不敢用东方闪电了 闪电从东方划过 也是以赛亚书里面 我更不敢用新天新地 因为这是韩国的一个著名的邪教组织 叫新天地 所以也很麻烦 然后我更加麻烦的是 我在上海有个牧师的朋友 还是在上海一个 终身带的一个指标性的牧师 他居然在他的公众号里面 把那首新造的邪教唱的歌 post出来 我说你平时post别的 你用个comments也好 他就post出来 你到底是推荐这首歌呢 还是什么呢 那我一看到 我马上就给他comment 我说对不起 我说今天在基督教的赞美诗当中 已经很难 这用词已经很难找到边界了 你发现这些诗歌 又可以当情歌来唱 是不是 又可以当赞美诗来唱 又可以作为邪教组织的歌来唱 你怎么搞啊 这个你就莫名其妙当中 我们就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混乱当中 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实在是 让我们更加要小心 如何是按照上帝的启示 来带领教会 所以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大祭司的要求 就是那么谁才能够满足这些 真正满足这些要求跟资格呢 就是只有一位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真正的新约大祭司 所以我们进到第二点 新约大祭司 在五到十节当中 这里面说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这个新约大祭司 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说上帝的儿子 他含有新约大祭司的 这个大祭司的角色 因为在这里 希伯来书的作者 引用了诗篇两章第七节 他说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成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然后接下来诗人 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又引用了诗篇 114篇的第四节 是说到大祭司 是一个永远的 这么一个职份 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 永远为大祭司 旧约的大祭司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传到后来 把耶稣钉十字架的 也是大祭司 该亚法 该亚法是从他的岳父手上 继承了什么 继承了这个大祭司 亚拿 大祭司亚拿 大祭司该亚法 他们是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 这个岳父 这个是岳父 那个是女婿 是这样的传承关系 而他们就决定 要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旧约的 那个祭司系统 已经腐败掉了 但是新约这个大祭司 他是永远的 他是永恒的 他是不变的 一直是他 所以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 他们 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词很重要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神学名词 他说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这个麦基喜德是谁 麦基喜德这个词 在旧约当中多次出现 特别在创世纪 在诗篇 在新约当中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五章 也多词出现 他的最基本的词的意思是 公义的王 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 公义的王 或者仁义的王 而他的职份是什么呢 他是又做王 又做祭司 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 又有撒冷王 看到没有 他就是原来耶路撒冷的王 这个人 这个人其实在这个教会历史上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很有争议的 那学界是没有统一的看法的 没有统一的看法 有人说 他就是耶稣基督 在旧约的显现 所以他的出现 是预表了新约的耶稣基督 为什么你知道 你知道看这些圣经 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 说撒冷王麦基喜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有饼跟酒 这不就是圣餐吗 所以有人认为 这节圣经就是预表了 新约的圣餐 新约的圣餐谁在主持 耶稣基督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举起饼来 剥开了 注谢了 剥开了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 这个酒 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当如此行 为的是什么 纪念我 原来在旧约 创世纪十四章 你看到已经有这么一个人 麦基喜德出现了 这个麦基喜德原来 也带着饼跟酒出来 然后还有有奇妙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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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 他说 他说 麦基喜德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本是长远为祭司 他当亚伯拉罕 撒败猪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然后呢 你要看到 原来在旧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碰到 这个撒冷王 麦基喜德的时候 圣经说 把他的十分之一 什么 献给撒冷王 麦基喜德 哇天啊 你有没有想过 谁会把十分之一献给 是谁啊 我们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他 谁啊 上帝啊 是主啊 是我们的上主啊 是我们的基督啊 是我们的神啊 你懂吗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当这些信息 他其实已经埋在里面 就告诉我们 有一个大祭司 他也是王 你又知道了 又是王 又是大祭司的 圣经里面只有两个 麦基喜德 还有什么 基督耶稣 那所以撒冷王 麦基喜德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预表的 耶稣基督而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 这里说他是什么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而且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所以耶稣基督 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作为祭司的 永远作为祭司 谁才能够永远作为祭司 只有神啊 只有基督啊 他才能啊 所以在诗篇第十篇说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王 所以按照路德的理解 马丁路德的理解 这个麦基喜德 他认为 路德认为 这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但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曾经出现 甚至接受了 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这个伟大的信心之父的 十分之一 并且拿着饼跟杯出来的 他就是 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原形 他就是预表了新约的这个大祭司 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的职责 他是服侍上帝 也服侍人群 他为罪人 就是犯 就像我们犯了过失 却愿意悔改 归降在主面前的人 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通路 让我们经过基督 这个大祭司的身体 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 接下来他又继续说 他说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他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他虽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我看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蛮有感受的 我就问我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只有人经过苦难 才会顺从的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因为什么 顺利的事情是不需要你顺服的 你是很顺利的嘛 你很畅通的嘛 你很开心的嘛 你很自由自在的嘛 不需要顺服的 顺服是什么 你走不通的时候 当你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 你被阻拦的时候 甚至你的肉体跟你的心灵 都受煎熬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的是 你学习顺服了 所以这个 这圣经有时候讲的也很厉害 有圣经的话 说有钱的人进神的过 是多么的难的 因为钱已经能够把你的 所有的问题解决的时候 你就很难需要耶稣 很难需要耶稣 这两天我收到一个弟兄 给我的一封信 这个弟兄跟我关系蛮亲近的 他们两夫妻都跟我蛮好的 那么他们多年以前 做那个投资啊什么 也做得非常成功 也非常的顺利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弟兄也蛮傲的 跟我讲话 每一句话里面 都带一个张字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感谢神 我还是能够容忍他 现在发生变化了 现在发生变化了 经过这个疫情的三四年 我相信他在很多事情上 处处受挫 处处受阻啊 所以他前两天就打了一封信给我 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了 他说啊 他在这里这么问 他说啊 牧师请教一个问题啊 他说 使徒新传14章21节这么说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好些人做了门徒 然后呢 去到安提亚哪里哪里 兼顾门徒的心 说的是保罗了 劝他们横手所惜的道 又说 重点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他说牧师啊 这个我们是不是指每个基督徒 我说是的 我说是 是指我们 他说那么 他又说了第二 他继续说 他说牧师啊 在这上面 是不是需要隐悔一点 免得大家都吓跑了 我记得你好像你说过 从喝奶到吃稀饭到吃饭 吃肉需要慢慢长大 我说是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真的基督徒吓不跑 吓跑的都不是真的 我们进入的神的国 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许多的艰难 许多的困苦 不经过这些 我看到我们这位弟兄 我记得当年 他最最信主的时候 就是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 我常常跟他一起祷告 但是感谢主 主有医治他 他的信心就是这样 一点点的起来的 他是很成功 这个时候 这个要呼天 要天 要天 要水 要雨 怎么讲 不管了 你知道你牧师 这种不太好 反正就他很能干了 但是莫名其妙 最最顺利的时候 壮年了 不到五十岁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 莫名其妙的病 差不多要死掉 然后要开刀 还不知道怎么祷告 祷告 开出来是好的 没事 没事 神有医治 经过这些的 经过这些的 所以千弟兄妹 当我们看到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真的像这里 圣经说 在苦难中 学会了顺服 所以如果我们中间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信了主 特别是我们 一些初信的 你会碰到一些 苦难的事情 不要以为惊奇 不要以为惊奇 你要很感谢神 让你的信心 经过这些 因为你的信心 经过试炼 经过苦难的熬炼 才会显明 是真的还不是真的 你才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真的 你懂我意思吗 好的时候 这两天 我前两天突然看到 看到某位性情的部长 秦部长的一个宣誓的照片 秦部长的宣誓的照片 我觉得这蛮幽默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还是蛮幽默的 这些人是共产党员吗 我心里面就常常在问 我说我经常 好好整这帮家伙 我说也活该啊 这些人 你懂我意思吗 这些每一个 三千个人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在想 他们是真的吗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我今天在这里 也是问你啊 问我自己啊 我们是真的吗 我们没有顺利的时候 我们还相信吗 我们的事业 不再那么飞黄腾达了 我要上市的 也是上不去 我家里还被抢了 我们有一位弟兄啊 他在中国的时候 很那个啊 然后呢 他就一直叫我 为他祷告 他可以上市成功啊 结果我也为他祷告了 也没有上市成功啊 真的没有上市 那么我还相不相信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现在就碰到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为什么来主日 我为什么来相信上帝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主 我到底应当求的是什么 又是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觉得也也我很理解了 我们很希望我们在主日 牧师讲一点实际一点的 跟你有关系的 但是我又常常说 牧师有的时候 如果讲的太多 都是实际的东西 教会就不是教会了 你懂于什么 如果我们讲的东西 都是很务实的 哎呀 什么你的女儿们 是不是买到学期房了 你的那个家里面 现在那个 到底经济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祷告一下 你的收入可以翻倍 然后在疫情当中 可以走出来 我不是说这是错的 我觉得基督徒 也是需要务实的精神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务虚的地方 我们从来不碰的 其实是需要的 常常就 我现在上一场 就举到一个例子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发现吧 你有讲不完的话 你发现90%是空话 你没发现 是不是 我讲的对不对 如果我跟你说 如果你跟你的恋爱的对象 一天到晚 或者 你都讲的是实 实在的话很麻烦 我看到今天的夫妻关系 今天我们的夫妻关系出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100%都是在讲什么 实实在 这个务实的东西 你收入是多少 你怎么样 房贷怎么样 车贷怎么样 买到学去房了吗 孩子升学怎么样 到底去美国 这些都是实在 我觉得不是说不需要 我们是需要的 我们是需要的 但是问题是 夫妻感情不是单单只是这些东西 夫妻感情 你们在认识之前 结婚之前 你们极大多数讲的都是什么 戊虚 你看我顺眼 我看你顺眼 我对你有感觉 你对我有感觉 电话哪里有那么多好好讲的 但是就是能讲 是不是 所以呢 但是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就是我们跟他祷告也好 我们祈求也好 我们要了太多的务实的东西 但是我们从来不误须 我们从来不去想的 主啊 你怎么样让我更爱你 你们祷告里面有吗 很少 主啊 你怎么样让我跟你的关系更亲近 主啊 我怎么样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你让我怎么样学习到 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 这才是基督徒应当重点祷告的东西 我们没有的 我们没有的 所以一个 你问你问马云马老师 你问他开会开什么 他会干管你具体的销售业绩啊 你买掉多少房子 你的淘宝里面那个挣了多少钱 他不会问这个 他讲的是什么 我们企业的文化是什么 这什么 这是物须的东西啊 我们企业的精神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我们企业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今天教会也适应当时谈这个 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信了主一辈子 你从来没有真正建立你在主里面的价值观 你没有真正建立在主里面的这个世界观或者人生观 我们是失败的 如果你在主里面到今天 你都不能够找到你在主里面的identity 你的身份认同 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失败的 而如果我们永远把我们的信仰定义在 我祷告我有什么物质的需要 上帝就供应了 我告诉你这没有错 但是你的信仰始终在很低沉的 而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会垮掉 因为一旦我的祷告没有按照上帝所供应给我的东西 不是按照我所需要的 你就会发现这个上帝是不可信的 但是如果你在主里面 你所建立的是一种灵魂的安息 肉体精神灵魂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 你所建立的是感情的跟组织间的那种感情的位积 我告诉你 我要恭喜你 你正在建立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而当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肉体的好处 物质的好处 就像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然后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都要加给你 加给你 那我可以做见证 我自己做见证 这点我太太也可以做见证 我几乎真的 我可以这么讲 我这十几二十年来 我几乎没有为我自己肉体的好处 在祷告任何东西的 我不再为 不是我刻意要做这个事情的 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发现 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在主里的话 你真的要祷告的 真的是怎么样 只要有一个 就是你怎么样让主的眼光来影响你的眼光就够的了 让主的世界观来影响你的世界观 而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恶是轻省的 为什么基督说 我的蛋是轻省的 今天如果你不学习 你信了主之后 你还是没有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 看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蛋重担是很重的 所以你信了耶稣之后 比不信的人更可怜 你信了主之后 因为什么 因为不信主的人 他只有一个目标就够了 他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 他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够了 但是你发现你信了主之后 你发现追求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心里不平安 你追求主又不又全心全意 所以你更加痛苦 所以这就是今天基督徒 我们的属灵的光景 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的灵性生命没有办法建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如何在灵性上 去更多的去认识神 我上周讲完道 有一个小弟兄就写 写了很长一段信给我 他就问我 他说牧师 他说我想听完你的讲道 聊聊我的收获 就是为什么来教会 为什么来教会 他说他在公司里聚餐的时候 跟他老板 他老板也信主好像 就问他他说你每周都去教会 他说是 他说我除了春节 那个不在 那个上班之外 我都去教会 然后他就说 我为什么心里想 我必须去 我必须要充电 因为只有在教会的时候 我才能得到短暂的安息跟放松 才能够忘记跟屏蔽 很多很多烦恼的东西 所以今天他说 基于牧师的分享 他说我又问我自己 为什么去教会 他说我想更多的了解 认识上帝 他说我要更深的认识上帝 他说我虽然不能够听到 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讲道 但是我可以听到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关于上帝的信息的深度分享 所以我要来教会 他说一周一次的主日崇拜 亲近神 礼拜听到总得参加吧 所以 但是这一点我就有个回应 非常棒的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我还是希望大家要来参加现象的聚会 不要单单留在线上 就在昨天 有一个我去分堂探访 我们分堂的有一位带领 有一位姊妹 他就跟我分享 他这个东西就像他教导他的女儿一样 他就跟女儿说 你千万不要网恋就觉得可以了 听过没有 网恋 就是我们这代人就没有网恋的 我们就比恋 比恋 我告诉你比恋常常出事情 异地恋很糟糕 你发现异地恋有的时候糟糕在哪里呢 你把恋爱的对象什么 不管美化丑化了 反正有很多不现实的东西 放在这段感情里面 同样 同样 今天一样的道理 所以感情需要经历的 需要见面的 你不是这个 所以今天年轻人不是比恋 我们比恋 现在年轻人 我记得后来就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一个好兄弟 他的女朋友 每天他给女朋友写一封信 每天写一封信 他在西安女朋友在西安 还是他在西安我忘记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西安 每天写一封信 这个男孩子 后来那个女孩子变心了 这个在物资面前 人是很容易变心的嘛 然后这个男孩子 想办法怎么样挽回他嘛 就把他那么多年写的信 从西安还是北京 带去给他看 结果把他暂时挽回来 还是不行 为什么 需要见面的 感情是需要见面培养的 所以夫妻不可以长期分开 一定要在一起 这个东西呢 因为什么你们的感情 也需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从这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这跟基督耶稣的感情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说 在主里面去培养的东西 所以这个弟兄就说 他总结 他第一个我来教会 是为了灵魂安息 精神的安息 甚至肉体的安息 而且还有感情的慰藉 为什么 他说毕竟我跟李牧师 跟一部分弟兄姐妹 还是很有感情的部分 不是所有的 因为教会里面有些人 你也不太喜欢的 跟他没感情 对不对 第二他说 更多的认识神 总感觉 他说牧师对上帝的认识 了解比我多 我说不一定 不一定 知识上可能比你多 感情上未必 我看你是跟耶稣基督 蛮有感情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三 在特定的时间空间 跟群体中 跟主有交通 在敬拜祷告当中 跟神对话 经历圣灵的教官 对我心里面说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要多聊天 不要单单朋友一见面 就谈生意 要谈什么 要谈那些 看起来好像是无聊的事情 要谈那些 好像是nonsense的东西 要谈那些是很虚 好像是很虚的 但是这才是一个积累 同样跟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 不要一见主的面 是说主啊 求你帮我解决 谁谁谁 而是主啊 你让我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安静在你里面 我想第一个 我的自己祷告的经验 第一我这十几二十年 我很少 我几乎没有为我自己的 这个需要祷告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我祷告当中最好 对我最重要的 不用太长时间的 可能这个半个小时就够的了 但是你是真的在主里面安息的 你就花这个时间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呢 我们连着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要拿出来安静都不愿意啊 都不愿意啊 我看我们真的很忙啊 我们的弟兄好不容易来聚会一下 还有个电话把你打出去 对不对啊 你知道我为你来 我祷告了多久吗 你兄弟愿意要为你来 花了多少心思吗 从礼拜四到今天呢 我们那个不容易啊 对不对啊 我也理解了 我们是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但是请你 come on 请你每天拿出半小时 你单单安静在主里面 我可以 我几乎可以百分百啊 百分之一千的跟你说 你可能得到的真实 超过你所思所想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的 你有啊 而且你可以经历的更丰盛 你一定超过他们 因为你到时候 你就能够比他们站得高 你就能够比他们看得远 你就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 因为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啊 属神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一起 我们谈什么 我们就是要建立基督徒的三观啊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就是要建立在基督里面的 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 今天为什么我们 很多时候听诗歌听了就莫名其妙 那些莫名其妙的诗歌就把我们隐去了 因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identity 没有站立起来 没有稳固起来 没有建立好啊 所以我们会随意的漂流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的文化 在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知道 我们跟这个社会的文化 是有哪些区别的 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辨别力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 最后我要做 我已经过了时间了 所以我就结论了 我的结论就是 想用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这一段 这一段 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 恰恰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也是让我们看到 是耶稣基督回应了 先知耶利米对于新约的要求 他说什么 他说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然后他就说 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这最后一句就是 让我们看到 他的身份 耶稣基督的身份 是新约大祭司 他就是来到这个世间 牺牲他自己为我们 然后我们透过他的身体 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Amen 弟兄姐妹们 请起立 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 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赴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感谢主 李牧师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放感情在神的身上 那你是否愿意向神 表达你对他的爱呢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不是经常跟神这样讲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我的救助 你是慈悲的救助 你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三天死里互活 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不配的人 这恩典是何等的残阔高深 是永恒的盼望 主啊 你配得 你配得我们的敬拜 你配得我们所有摆上我们所有的爱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稣 赞美 赞美 耶稣我亲爱的救助 全体歌唱 将主妙爱成一 千万有人 救追见全善逼 如同无人 耶稣保护他效仰 主地保庇 终日怀抱不良 赞美 赞美 穿扬他无比的大爱 赞美 赞美 欢唱直到晚安 赞美 赞美 耶稣我慈悲的救助 在我重罪 受苦流血舍上 主是盼世 是永远救恩的盼望 赞美 赞美 必是家家一宿 高声歌唱 民主担当我筹门 不嫌慈悲 何清江何高声 赞美 赞美 穿扬他无比的大爱 赞美 赞美 欢唱直到晚安 赞美 赞美 耶稣我永远的高养 天上群传 和赞美 赞美 和赞美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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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归耶稣无望 赞美 赞美 穿阳他无比的奶 赞美 赞美 欢唱事都忘带 弟兄姐妹们请坐 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 我们现场虽然是有WiFi的 但是我们请大家 优先使用自己的4G或者5G网络 因为现场的承载量有限 如果你连不上5G 再连现场的WiFi网络 我们也鼓励来到现场的弟兄姐妹 用现金来奉献 今天奉献的经文是 历代至上23章25节到32节 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神 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 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历位人不必再抬账目 和其中一切的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 历位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任职服侍亚伦的子孙 在耶和华殿中 在耶和华殿和院并屋中办事 竭尽一切圣物 就是办神殿的事物 并管理陈舍饼 素迹的细面和无效薄饼 或用盘烤 或用油调和的物 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 每日早晚 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 又在安息日 月朔并节期 按照按述照例 将番记长长献给耶和华 又看守会幕和圣索 并守耶和华吩咐 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 办耶和华殿的事 好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你已经洁净了我们的心 你也除去了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 并且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 天父 我们一切的捆绑 一切的重担都已经被你除去 我们不需要在自己去抬账目 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去 用血气来去服侍你 因着你已经加添给我们力量 你加添给我们平安 天父 我们所需的 你全都赐给我们 你丰丰富富地为我们预备 你也赐给我们乐意奉献的心 你赐给我们经济上一切的所需 我们心灵里面一切的所需 我们真的只需要欢喜快乐地 来到你的面前 把自己献上为祭 用感恩 用赞美献上给你为祭 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 以为我们预备教会 预备肢体 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在这里 就求你感动我们 让我们欢喜快乐地 献上十分之一 献上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和你一起在天上 在地上 都去享受那个荣耀 成就你在地上已经设立的 所有的完美的你的计划 我们感谢主 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愈 incredible 滚 와 祢是荣耀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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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是弥赛亚 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即将结束 如果您有带导的需求 结束之后可以来到舞台的这一侧 我们也有同工来和您一起祷告 下面我们来欢迎新朋友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请您起立 您不需要说什么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您 欢迎 好 也请您结束后到我们的信息台 让我们更多地认识您 您也可以认识我们的教会 我们现在也欢迎线上的新朋友 我们期待有一天您可以来到线下 我们一起来欢喜敬拜我们的主 下周3月24号 是教会年历的第17个主日 也是宗旨主日 将由严厉节牧师为我们正道 下面请大家观看视频加时报告 这是我们本周的青少年节目 欢迎参加 更多详情 请到网站查询和关注 IMS儿童主日学将恢复线下学习 弟兄姐妹们 线下儿童主日学将在24号正式开始 开放时间在每周日上午9点30分至11点 届时将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地点时光中心大会议室 欢迎6至12岁的小朋友们 踊跃参加 更多详情 请您在会后 在信息台咨询 或发邮件到 hcc at imscn.org 进行咨询 IMS神学讲座困境与出路 已经在官网上线了 请您打开官网后 先点开资源 再找到讲座一栏 就可以查询到 并且也可以找到 过往所有的讲座和神学课程 同时您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站首页的神学讲座按钮 进入讲座页面 欢迎弟兄姐妹们 访问我们的网站 发现一系列精彩分成的讲座活动 弟兄姐妹们 2024年IMS受难日特会将在3月29日举行 届时将采用线上线下两种方式 在纪念的礼仪中 参与基督受难 思想与持守上帝拯救的盼望 我们既然与他一同受苦 也必与他一同复活 盼望弟兄姐妹 踊跃参加线下聚会 具体时间和地点 及网页信息 请见海报 IMS第二届吉他速成班要开课了 集着诗歌的认识 乐理的学习 弹奏的技巧 装备更多想要以音乐 来服侍主的弟兄姐妹 吉他班供12课 每周六在世光中心举行 学费是1000元 欢迎12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参加 也可以邀请朋友们参加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可以扫二维码 获知更多详情 弟兄姐妹 邀请大家参加 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的 线下茶经祷告会 祷告会将由牧者 带领茶经或主题分享 接下来带领弟兄姐妹祷告 最后也会以分组的形式 让弟兄姐妹能彼此代祷 彼此守望 如果大家有特别代祷的事项 也可以发到代祷邮箱 imspm at imsn.org 茶经祷告会 也会在Zoom平台上同步播出 请大家按链接上网参加 接下来 请礼节人牧师 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也报告一下 我即将下周启程 去到温哥华 今年是我的安心年 我也是跟长老团 申请我们用这几个月的时间 把温哥华的教会 建造得更加强健 也请大家为我的行程祷告 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祝福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聚集都有你的美意 我们都是你所作造 我们也是你的在乎 我们的生命积息 也都在乎于你 求祢真实按照 你丰盛的恩典跟灵敏 你的慈爱来 引导我们每天的生命 主要带领我们的教会 愿耶和华用他的脸 光照你们 赐恩给你们 祝福你们 向你们扬连 从今世之道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